那至于房市又是如何呢 去年一整年都很好 也是因为疫情稳定 热情往台湾而来 不过现在情况刚刚好是相反的 别人再回稳 我们再恶化 但是先来看看去年的数字 这是银行对六都新屋的放贷概况 那么六大都会区的平均购物的总价 首度全部都占上了千万 所以且是在六都买新房子 每户总价都是破千万元的 看起来非常的普遍 而台北市呢 因为一房价本来就高 而且新城屋也比较少 拉高了门槛 平均新房子购买的总价 高达了2756万 是桃园市的1.7倍左右呢 可是现在疫情炸锅 再加上即将上路的房地核医学2.0 有一些买屋族群恐怕会有危险 像是第一个 预算都捏很紧的人 还有信贷买房越级打怪的 那这群人因为收入不够高 工作可能会容易受疫情的影响 都有可能在升温的时候容易周转不过来 那热钱会滚动去哪边呢 专家也提出了分析 第一个当然是利率比较高的地方 第二就是货币升值的地方 第三呢 则是经济秩序正常的地方 那么目前这样子看来 美国因为正在快速的回稳 我们却在这个时候疫情升高了 所以当然要特别注意 这个时候热钱可能就会因此往外哭 少数的有前后阳台的物件 防众代看近距离接触 随着全国疫情拉紧报 不少社区寄出禁止代看令 最明显的是代看量的一个减少 那以目前现在代看量 应该剩不到整个 在之前的一个两成 那当然有很多社区会禁止看屋 那另外而言的话 很多的买方也会放弃 现阶段的一个看屋跟购屋的一个规划 所以预期在这个五六月份来说的话 应该整体的交易量 会受到相当大的一个冲击 疫情警戒升级 房市520档期首当其冲 今年北台湾房市 新城屋预售屋推案量 原本就比去年同期减少两百多亿元 如今双北碰上疫情升温 交易量面临挑战 短空长多啦 短空就是说成交量会下降嘛 但是长期我们这一年多来 我们看到了 在短期的成交量下降之后呢 长期它整个房价呢 其实是相对稳定的成长的 世界各国大概是如此 专家分析 一旦疫情受控 房市将回归基本面 包括房地合一税 与时登2.0上路 甚至美国联准会生不生息 都可能是攸关房市发展的关键因素 稳定是